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好久不见 我可想死你们了 小马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 而接下来的两位嘉宾呢 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来来来 元气满满的 稍微收一下 控制一下 元气满满的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黄龙天下低于斗 今日到此也有 本大爷的威名 想必早就传遍提瓦特了吧 请不要在西风骑士团大声喧哗 各位旅行者好 我是荒龙一斗的配音演员刘少坤 很高兴见到大家 好 下一位 到我了 海气军的大将 武郎前来助阵 怎么样 还算有精神吗 很有精神 很有精神 好 大家好 我是为武郎配音的杨欣然 好 欢迎几位 那相信今天在场的嘉宾也都和我一样 迫切地想将新版本的内容展示给大家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正题 来看看新版本的PV 癌尘与学影吧 强大的力量 是为了保护同伴 要保护同伴 不能只是被动防守 必须积极进攻 攻夺胜利的要领 是牢记战斗的意义 遵循正确的战法 拿出锐不可当的气势 接阵 整个坐下 才能应对变数 使务破竹 鬼 又是鬼 癌尘凤行 今日下发了通缉令 荒龙已懂 我们正在抓捕他 如果现在鬼族又跑来做坏事 那不就是让所有的牺牲都失去了意义吗 继续给我杀 今天一定要抓住他 赶快放弃抵抗 荒龙已懂 很久以前 我得到了一种珍贵的福祉 只要一撕碎 就会引爆无数的炸药 这个蠢祸 你看着本党营的眼睛再说一遍 给我撒 哈哈 到我表演了 鬼王游行 狐冲闪开 都给本大雅用盗 再进 自以为是的家伙们 给我把自己闭上 人类不只渴望超越和奇迹 他们对平凡普通的追求 也远超我们想象 我们所身处的这座雪山 本质是生命奥秘的巢穴 一所庞大 而又可怕的温虫 人们总是畏惧寒冷 回避危险 却不知道冰层只是表象 骑士大姐姐 你也是来堆雪人的吗 大家共同努力堆一个大雪人 一定会很有趣的 你怎么了 从刚刚开始就有些心不在焉 我的一些炼金术笔记不见了 我们还不清楚犯人的身份 请你们保护好自己 雪山似乎变得比之前更危险了 糟了 是雪崩 阿贝多 你想干什么 看完了PV 感觉新的版本有许多值得期待的内容 好希望可以和大家一起尽早到游戏中去体验 不过在这里就还是先由我们给大家做个简单的讲解 来帮助大家了解2.3版本 在正式介绍开始之前呢 先给屏幕前的大家送上今天节目中的第一组兑换码吧 再次会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 nice 我觉得他应该肯定是个非常有趣的人 我已经忍不住要吐槽了好吧 他是怎么做到这么一本真经的说出这么孩子气的词的 也不是孩子气吧 就是傻不愣的又很可爱 就是之前游戏里道基城有一个传言 是关于一个掌脚的大哥哥 那个人据说是跟胡尔小姐比赛吃狐狸面 然后跟小朋友打牌 就把小朋友的零食全都赢走了 就欺负小朋友的那个人 那个是不是就是一斗 是呀 最开始看到到期的公告板上 一斗写给九条沙罗的挑战宣言 好像大家都以为还是一个那种热血的小哥 我觉得这就很好 这就是他作为荒龙派头领的 怎么说 智悉 投领 那他别人抢了他的神之眼嘛 他当然是有仇必报了 那就是他这个人呢 就是无论是说要报夺眼的这个仇 还是看小孩子玩 全部都不放水 他就是他就反正这什么事都可以做的 就是很然呢 那这就是一斗 刚才你提到什么荒龙派 所以一斗他还有一个自己的组织吗 好像说是一斗是属于 到期地区特有的妖怪一族 然后建立了一个自己的派别 叫荒龙派对吧 听起来感觉很厉害 也就听起来厉害吧 是吗 也就听起来厉害 虽说那个一斗的鬼角 还是比较喜目的 不过感觉到期的大家 对于非人的种族 好像也已经习以为常了 是不是 不别 荒龙派的朋友不一定都是鬼族 不过就是说 一斗他气质很独特嘛 所以他吸引了很多各种各样的 是人啊是鬼啊 各种清新色色的追随神 不过我这么讲 好像也没什么用 那一起来看看这个 荒龙天下独尊一斗 那在战斗中什么样的吧 等等等等 你名字是不是变了 不是荒龙一斗吗 荒龙天下独尊一斗 一斗善用双手剑 神之眼元素为炎 普通攻击 维持夺四段的连续挥砍 在第二段 第四段攻击 命中敌人时 会获得特殊效果 乱神之怪力 在释放元素战技 或进行冲刺后的一小段时间内 一斗的普通攻击连击段数 将不会重置 长按进行重击时 若拥有乱神之怪力 则可进行不消耗体力的 荒龙逆袈杀斩击 荒龙逆袈杀的每次攻击 都将消耗一层乱神之怪力 消耗到最后一层时 将施展格外强烈的终结一击 如果重击时 没有乱神之怪力 则将消耗体力 进行一次猛烈的 左翼文字斩 解锁固有天赋 荒龙第一之后 一斗施展连续的 荒龙逆袈杀时 除了会提升 自身的抗打断能力 每次斩击 都将使接下来的 斩击攻击速度 得到一定提升 另一项天赋 赤轨之邪 会基于一斗的 防御力的一定比例 提高荒龙逆袈杀的伤害 本来想说这个重击 看上去好帅 但是一看到放完重击 那一刻 一斗去整理头发的 那个动作 就忍不住 笑出了 大型不能乱 施展元素战技 磨砂绝技赤牛发破时 一斗会将荒龙派的 边外成员 小赤牛阿丑 投掷出去 命中敌人时 造成岩元素伤害 并为一斗提供一层 乱神之怪力 这个小牛一晃一晃的 还挺可爱的 而且这个牛 居然还是 霍龙派的边外成员 对呀 好 阿丑被视为 岩元素创造物 在战场上 会持续嘲讽周围的敌人 受到攻击时 耐久度耗尽时 或持续时间结束后 都会为一斗提供一层 乱神之怪力的效果 好 接下来 向大家看看 一斗的化身形态吧 释放元素爆发 罪恶鬼王 一斗轰灵后 一斗将化身 怒目鬼王 使用鬼王精碎棒 进行战斗 化身期间 一斗的普攻 重击 与下落攻击 造成的伤害 均会转化为 无法被附魔覆盖的 岩元素伤害 普通攻击的第一 与第三段攻击 命中敌人时 一斗也将会获得 一层乱神之怪力 化身形态 会使得一斗的 所有元素抗性 与物理抗性 有所降低 与此同时 它的攻击力 将基于自身的防御力 获得提升 普通攻击的 攻击速度 也会变快 所以就是说 它是把自己的 元素抗性 物理抗性降低 然后来获得 战斗力的提升 好像是这样的哦 往前冲 就是不顾一切去战斗 我不作严了 好然 突然就忍起来了 在平时 一斗的固有天赋 干裂之碎 可以使队伍中 自己的角色 通过攻击数目 获取木材时 有一定的几率 获得额外的木材 或许能够提升大家 获取木材的效率哦 我脑袋里 好像就浮现出了 一斗带着大家伙 心智勃勃地 去收集木材的画面了 真是一个 干劲十足的家伙呀 又热血又孩子气 一斗真的是 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啊 接下来呢 就到了我们今天 要介绍的 另一位新角色 同时也是 旅行者的老朋友 五郎啦 先让我们来看看 五郎的时机表现吧 五郎的时机 有什么烦恼 千万不要埋在心里 来和我说说吧 虽然我不是 什么事情都在行 但我一定会尽力 为你出谋划策的 就算 就算答案不够可靠 至少我也是 是你忠实的听众 我觉得五郎 真的是一个 非常可靠的朋友呢 如果 我说如果 就是旅行者 如果想要摸摸他的耳朵 五郎会同意吗 大家对五郎的耳朵 真的是 记忆就会碰了 太可爱了 我当时 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人 就做了那个视频 他的耳朵一动一动 我觉得 超级可爱 五郎的性格的话 就是 他可能会很不好意思 但是他应该是不会拒绝的 虽然五郎看上去很年轻 但是其实 他除了这种软萌的耳朵 这个点之外 他其实是会给人一种 很放心踏实的感觉 对吧 而且我听说 他在那个反抗军中 好像是大家 就是一个公认的 知性大哥 那么一个形象 其实他的年纪 是比周围人要小的 只不过说 五郎对大家很亲切 所以大家会把自己的心事 烦恼会跟五郎倾诉 然后呢 五郎是有点懵的 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应 但是他又觉得不回应 就是对不起大家的期待 大家那种热气的眼神 看着他 所以他就 凭自己直觉给答案 因为大家都想摸你耳朵 是吗 可能是觉得他 很让有安心的感觉 没有想到就是 效果很好 所以大家就 非常信任他 其实这还是一个 成长中的少年吧 但是已经可以单起重任了 非常了不起 给你点个赞 我就是觉得 他身上承担的责任 跟他的年龄 其实挺不匹配的 他就是承担着很多 是一个大将 然后一到战场上 他就恢复了那种 大将治军时候的那种严肃 还要带着那些军士们 往前去冲锋 而且他因为是比较年轻 所以在战斗的时候 就容易冲动 就容易热血上头 一上头就 那我们就 一起来看一看 武郎是如何战斗的吧 海七岛大将武郎 使用武器为弓 神之眼元素也是炎 元素战绩 全版沸沸方圆阵 可造成炎元素范围伤害 并立起 大将其指物 大将其指物 会依据队伍中 神之眼元素 为炎元素的角色数量 为领域内的当前场上角色 提供增益效果 队伍中有一名元素类型 为炎的角色时 将会获得防御力提升 有两名炎元素角色时 除了上述效果 还将提升 抗打断能力 有三名时 还将额外获得 炎元素伤害加成 我知道怎么总结了 你人多 人越多你越厉害 那必须要炎元素才行 对 看来就是武郎 他是一个 这么看来是一个 很想要保护同伴的一个 这么一个人 骑子上的狗爪爪 好可爱 可爱 确实 然后呢 释放元素爆发 手牙逐突 行胜战法时 武郎将会造成 炎元素范围伤害 并且展开 大将威夷之领域 该领域 拥有等同于元素战绩 创造的大将棋植物的效果 依据队伍中 炎元素角色数量 提供增益效果 并且会随着 当前场上角色移动 每间隔一段时间 还会产生炎金崩破 对领域内一名敌人 造成炎元素范围伤害 解锁天赋 不畏风雨后 释放元素爆发时 队伍中所有角色的防御力 将获得提升 另一项天赋 报恩之手 则会基于武郎的防御力 提升元素战绩 和元素爆发造成的伤害值 哇 身边那个捂着旗的小跟班 也太可爱了吧 和武郎在一起 在战场上 也是很惹眼的 而且呢 武郎还具有一项天赋 叫做亮晶晶发现术 在小地图上可以显示 周围的倒计区域特产的位置 终于来了 是的 看来狗狗的嗅觉十分敏锐啊 对对对 看来就是不论在生活中啊 还是在战场上 武郎都是一个 不像他看起来那么可爱 都是很可靠的一个人 他是大家的好朋友 因为狗是人类的好朋友 什么什么什么 总之应该是可以放心 把后背交给他一个角色 靠谱的好队友 那么看完了两位新角色的信息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关注一下 2.3版本的活动奇愿吧 新版本的活动奇愿 和以往呢会有些不同 将会在版本前期 同时开放角色活动奇愿 《深秘之息》 与角色活动奇愿2 《浪涌之顺》 而版本后期 则会开放角色活动奇愿 《鬼门斗艳》 两位新角色 《荒龙一斗》 与武郎 都会出现在该活动奇愿中 获取概率将得到提升 所以这次阿贝多和优娜的奇愿 居然是一起开放的吗 随着版本的更新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新朋友 和大家见面了 有些新玩家呢 会希望获得 曾经up过的限定角色 但等待心仪的角色 返场的时间 可能会有点久 制作组呢 在听到了这样的反馈意见之后 决定今后会配合版本内容 适时推进限定角色的复刻 而关于同时开启的两个活动奇愿 《深密之息》与《浪涌之顺》 他们的奇愿次数保底 会完全共享 一直共同累积在两个奇愿活动中 比如 若在《深密之息》中 进行了50次奇愿后 还未获得五星角色 那么 在同期的另一个活动奇愿 《浪涌之顺》中 最多40次奇愿内 必定能获取一位五星角色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 有关角色活动奇愿的更多信息 还请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公告 公告呢 会更详细地解释奇愿的新规则 旅行者们可不要错过哦 除了新角色加入奇愿 2.3版本中 也会开放荒隆一斗的传说任务 《天牛之章》 《鬼之一族》 曾在道妻的传说中 留下了百帽千面 无论是一斗 还是其他的鬼族族人 在当下的道妻 他们又是以什么样的面貌 生活着的呢 对于一斗的故事 感兴趣的旅行者们 这可是一个了解 一斗的好机会呢 还有两位角色 武郎和北斗的邀约任务 也将在2.3版本更新了 很开心 武郎能够和大家一起 度过一段时光 通过这次的故事呢 大家也说不定 会了解到武郎的一些小秘密 这次应该可以 在日常生活中见到武郎吧 我个人还挺期待的 还有北斗 我很期待跟大写头一起冒险 对 不知道会怎么样 是因为名字里都有一个斗吗 都有斗 和北斗在一起的话 估计又会多一些 让人难忘的回忆了 那么新的故事 就等待着和大家 一起去新版本当中 进行体验啦 在2.3版本中呢 新的武器和圣遗物也即将上线了 新的五星武器 双手剑 赤脚石溃杵 将会出现在2.3版本的 神柱复兴活动祈愿中 另外 新的圣遗物套装 华管梦醒行骸记 与海染车渠 也将在2.3版本中实装 大家可以通过挑战 为于到期青睐岛的新秘境 沉眠之亭 来获取全新的圣遗物 希望新的圣遗物呢 也能够为大家 在角色的装备配置上 提供不同的思路和选择 啊 接下来 又要轮到新怪物的环节了 在新版本当中 新的首领怪物 黄金王兽即将登场 作为可循环挑战的boss 常驻在贺关 那话不多说 让我们一读为快 欣赏一下黄金王兽的风采吧 他到底是蛇还是狼啊 感觉是兼顾了这两个物种的形态 然后看上去 狼头蛇身 对 和飘逸很有气势 毕竟他是兽敬群狼之王嘛 自然就是有他与众不同的派头啊 黄金王兽呢 本来是属于异界的生物 之前兽敬右兽和兽敬猎犬 之所以在贺关出现 就是在为了那个王兽的降临做准备 如今王兽侵入到 不属于他的世界当中 旅行者们不妨前去挑战一番 见识一下深渊魔兽的实力啦 而且在他进入战斗状态的那一刻 他好像是从一个裂缝中出来的 就特别有气势很帅 对的 在战斗当中呢 黄金王兽的攻击 会施加可叠加的侵蚀状态 使队伍中的所有角色 持续损失生命值 此外呢 当血量减少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他还会转换阶段 召唤出兽敬全手 为自己赋予护盾 就刚才看到那个东西 又有打的又有盾 很有冲击力的样子 对 不过我觉得伊斗他会很喜欢这样的 因为他就 想要去挑战了是吧 他欲强则 就是非常的有干解 对 确实是这样子的 那在转换阶段之后呢 王兽的攻击会变高 但是他的炎元素的抗性 则会降低 那么介绍到这里呢 我们也先稍微休息一下 给旅行者们准备的第二组对话码 也即将降临节目现场 稍后呢 将由全新的雪山活动的主角 阿贝多的配音演员小马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新活动的内容 好耶 耶 嗨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今天的版本特别节目 为了增强冒险家们的实力 冒险家协会特地在龙基雪山地区 举办了冬季训练营 由经验丰富的冒险家前辈们 带领着新人在雪山进行特训 其中 蒙德的几位老朋友也会来帮忙 冒险等级也达到二十 且完成了前置任务要求的旅行者们 即可参与本次活动 除了体验全新而又丰富的活动剧情之外 还可以解锁并参与各项挑战 获取活动代币 换取各种奖励 大家聚在一起呢 也得平时寒冷又寂寞的雪山 增添了一份温暖 冬立营听起来就很热闹啊 就是感觉 那个冬天 我吹了什么 你什么吹 冬天一群人 就不冷了 冬天大家一起抱团取暖 那在雪山特训里面有什么样的玩法呢 是这样 第一项特训叫做急行特训 在旅行者开启特训之后 需要按照赛道内的指引前进达到终点 挑战的目标则是在特训中 获得尽可能高的分数 这个分数取决于完成特训所消耗的时间 以及在赛道中搜集的冒险文章和征服文章的数量 同时赛道中也会出现不同的祝福效果 风月祝福会极大强化角色的跳跃能力 而钢体祝福则会给予角色击碎身边的冰柱的能力 哦 我刚才看到有一些文章放在了那个冰柱里面 我还想是不是要把那个冰柱融化掉才可以拿到那个文章 你的观察力很不错 有的冒险文章它确实是隐藏在赛道中的某个位置 而征服文章呢只会在某段时间内出现 所以在急行途中 大家也要抓住机会不要错过他们 不要错过 你们是不读鸡 我来说一下第二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名为密宗特训 在特训范围内找到全部的冰金堆 并将其全部融化后 就可以完成本次的密宗特训了 虽然看上去对我们旅行者来说应该不是问题 但是大家还是要多多留意观察身边的环境 那么第三个挑战则是战斗特训 特训范围中存在一种诱饵装置 吸引了大量的魔物前来 诱饵装置初始会处于寒原状态 不仅会提高角色身上的严寒积累速度 还会给魔物提供增益效果 这冷死我的意思是吗 还会让他光着面墙 听起来好严峻的样子 不过大家不用太担心 携带身翅之石 攻击诱饵装置周围的三个小机关 将它们全都启动 诱饵装置就会转至暖原状态 不仅能为角色削减严寒的累积 还会隔一段时间 为附近的当前厂商角色 恢复一定的元素能量 此外呢 携带身翅之石 对敌人造成伤害时 除了会将身翅之石中的能量 一口气释放出去之外 还会在敌人的位置释放冲击波 造成一次范围性的火元素伤害 哇塞 这身翅之石那么厉害的 那哪里可以找到啊 就在营地周围搜索 或者通过打倒特训中的某些魔物 都可以获得身翅之石 以上的三项特训 每一项都设置了几处不同的关卡 完成挑战任务 除了能获得活动代币 以及原石 摩拉等丰富的奖励 还可以获得一些特殊的雪人部件 所以是可以在游戏里面堆雪人了是吧 是的 雪人类 这也太好玩了吧 对 我就特别期待 参与活动获得各类雪人部件 就可以在营地中 使用它们来制作扑扑雪人咯 大家还可以跟自己的好友 交换部分雪人部件 所以为什么要叫扑扑雪人啊 我也很好奇 对 但是这个活动感觉就很有冬天的气氛 那大家到时候就可以一起 抽愉快地堆雪人了 是啊 就是觉得朋友们在一起堆雪人 好温暖的景象 除了非常温暖 堆雪人也是有奖励的 奖励中包含一把新的活动专属四星武器 单手剑 沉沙之纺锤 通过收集活动代币 在活动商店中还可以换取它的精炼材料 听说雪人制作完成之后 好像还可以将那个部件带回到成哥湖里面 在成哥湖里面继续制作雪人 那这意思就是说可以在我家的院子里面堆雪人玩了吗 yes 没错 带回去玩 对 除了雪山特训和堆雪人的小游戏之外呢 还有一个神秘的挑战boss将在活动剧情达到一定进度后解锁 等待着旅行者们来探究它的庐山真面目 为了保证大家的剧情体验 我们就先留一个悬念吧 希望大家能够在雪山活动中收获乐趣 当然也记得不要错过活动的奖励哦 不要错过 不要错过 这个提醒对我来说很重要 辛苦小马给我们带来的雪山活动介绍 接下来呢就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他的版本活动吧 到期城内最近出现了大量小动物失踪的离奇案件 这种时候就需要旅行者出马破解谜团了 让人意外的是在部分失踪小动物的身边 竟然有神秘的狗狗在巡逻 独特的气质让人难以揣测它的来历 天呐 这对手好神秘啊 诶 对对 五郎有什么好办法吗 五郎的话 应该有办法能跟狗狗们沟通吧 你不是说狗语吗 狗语 打住 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遵循委托人的请求 我们就去把失踪的小动物 失踪的小动物们带回来 没错没错 不过看守失踪动物的幻犬非常的强大 旅行者们还需要掌握前行的技巧 尽可能避免被幻犬分身的目光捕捉到 否则就会招来幻犬分身的攻击哦 活动中玩家们将获得一个神奇的小道具 四方之网 在接近失踪小动物所在的营地时使用后 小道具的技能会取代原本的元素战技 当技能命中被标记的小动物时 就可以带回小动物了 除了这个功能呢 四方之网也可以命中巡逻的幻犬分身 使其在短时间内无法行动 此外 旅行者们也可以通过开启营地周围的烟雾和烟花机关 来给幻犬制造点小麻烦 还有一部分的小动物啊 被匪贼关在了牢笼里 大家需要打败这些看守的敌人来解救他们 完成此次活动任务呢 也可以获得原始等物品奖励哦 另外在活动结束后 完成相关世界任务 旅行者可以获得一个全新的小道具 四方八方之网 与活动中的小道具不同 这个升级后的四方八方之网 是用阴阳术式改造过的 据说可以拘出小动物的神形 并且以网子为媒介 再次画出小动物的形体 通过这个功能 大家可以将大世界中遇到的小动物 划行在我们的沉歌湖中啦 不过目前还有一些小动物 无法拘出神形 旅行者们可以前往图鉴中 查看可获得的小动物种类 真好有意思啊 就喜欢小动物了 为什么你这句话那么好笑呢 完了 现在听他讲话都好笑 有的那么多小动物 那个陈根湖我相信 也会越来越热闹的 此外 导能圆盘把尾活动 也将在2.3版本中开启了 此前曾经藏匿着 地脉之果碎片的一些调查点中 残留的异变之时 再次现身 在新的导能圆盘活动中 大家需要前往几处调查点 消灭其中的威胁 而异变之时 则会增强调查点附近 怪物的战斗力 清理掉威胁之后 就可以打开宝箱 获取奖励啦 宝箱宝箱 与前一期活动不同的是 当旅行者完成第一阶段的 所有调查任务后 即可获得导能圆盘 以及所有的地脉之果碎片 完成每一阶段的调查点任务之后 对应阶段的秘境也会随之开启 这次的新秘境 也设置了一系列的新挑战 应对秘境挑战 也少不了导能圆盘的助力 在导能圆盘中 选择不同的碎片组合 旅行者们的角色 就可以在秘境挑战中获得增幅效果 那除了秘境的手通奖励之外 挑战每个秘境获得的 最高分数之和月高 旅行者们就能获得更多的奖励 2.3版本中 另一项活动 《迷城战线光界篇》 也将开放新的挑战 在这次的活动中 旅行者们需要在试炼秘境中 找到沉睡的古代符文 与它们交互后将开启挑战 完成挑战后 即可激活古代符文的力量 当旅行者们激活所有的古代符文后 才能开启最终的挑战哦 试炼的秘境内 还存在着可选择的 具备不同效果的降伏机关和挑战 供大家恢复队伍状态 或者是强化地脉异常效果 也有一些对来访者 十分不客气的陷阱机关 通过合适的元素攻击 就可以使它们瘫痪了 这次的《迷城战线》中 不仅提供了新的试用角色 试炼关卡的设置 也与第一期活动不同哦 比如在电阵试炼中 不仅每次触发 感电反应的伤害会上升 元素爆发的释放也会加快 或许能够让大家 获得更加畅快的战斗体验 不要忘了 在挑战的过程中 尽可能去完成 每一个试炼中设置的挑战任务 从而获得更多奖励哦 另外 大家的好朋友 利本也将再次携带着物资 出现在2.3版本中了 好耶 我们的好兄弟利本 利本 还请各位旅行者不要错过机会 用利本所需的材料 换取到自己心仪的物资吧 那么到了这里 2.3版本的活动内容 我们也介绍完毕了 有关每项活动开放的具体时间和细则 还请关注官方后续发布的详细介绍哦 最后 还有一条关于陈歌湖的更新内容 要透露给大家 在2.3版本更新后 派蒙也可以入住到陈歌湖当中了 我们的好朋友派蒙 而且派蒙呢 还增添了在陈歌湖中可触发的新语音 不妨和小派蒙聊聊天吧 好耶好耶 小派蒙也可以在家里玩 终于可以回家了 小派蒙终于可以在家里玩小派蒙了耶 小派蒙在陈歌湖里面 感觉好棒耶 你在笑什么啦 你又想调戏啊 你在说什么鬼话 刚刚你的笑容梳理一下 我有点害怕 好了好了 派蒙是我们最好的伙伴吧 好了介绍到这里呢 也该到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组兑换码啦 导播同学 快切换到第三组兑换码的页面吧 今天的特别节目呢 也即将迎来尾声了 再次感谢我们的虾脚刘兆坤 欣然和小马的到来 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吗 作为旅行者们的朋友和战友 武郎将在新的版本中 再次参与旅行者的一小段旅行 希望大家多多体验他的邀约事件 并且获得新的快乐 我这个幻龙一斗啊 他从2.0版本开始 就已经在到期的各个角落 都已经流名青史了 流名青史 鬼族大哥哥 对公告版上啊 那个还是街坊邻居的传言中 都可以听到这个鬼族大哥哥 那么现在他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所以就是我想说 我从拿到这个角色的设定 和他的那些台词 在那一刻起我就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角色 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阳光 非常有活力 我觉得很 其实是很 很干净 能给大家带来笑容的 已经开始笑了 已经在笑了 我们大家都在笑了 对 所以我希望一斗的使命呢 就是能把这份笑容 最最纯真 最最热血的这份心情 传给大家 传给各位旅行者们 已经被传递到 好 虽然跟前面两位不一样 我们阿贝多不是第一次 和大家见面了 但这次阿贝多 也将在新的故事中 与旅行者并肩冒险 和可以新来的朋友 在冬日相聚 是一件能够让人感到幸福的事情 全新的雪山活动 等待大家来参加哦 好 那今天的节目 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11月24日 新版本 与大家不见不散啦 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